香港回歸中國以來 中國中央政府一直是堅定不移的貫徹 一國兩制 港人治廣 高度自治的方針 這一方針在實踐當中沒有 也不會變化 香港保持長期的繁榮和穩定 不僅符合中國的利益 更符合香港居民的利益 所以我相信港人有智慧 香港特區政府也有能力依法來維護 香港的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 保護包括德國投資者在內的外國 所有投資者的合法利益 雙方針在剛才進展示 公民的旅途中 公民的旅途中 現在是公民的旅途中 都已經有請建立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